彭泰新闻综合报道 这几天 十元咖啡阿姨火爆全网 在文昌巷里的小铺子前 众多年轻人抬起长队打卡 一天就能卖出四五百杯 相关话题也崇尚热搜 引发网友讨论 据报道 5月18日晚 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条 当我十元买了一杯纯手工咖啡的短视频 没想到短短19个小时后 这条视频点赞量就已经超过170万 店老板韩阿姨全名韩素珍 今年74岁 主业是卖甘蔗枝 卖了30多年 副业是卖手冲咖啡 也已卖了20多年 韩阿姨的手冲咖啡 其实就是三条速溶咖啡 加开水加速风手摇的操作 在服以大剪刀开剪 热水瓶冲泡的手势 以及当着顾客的面 冲调的坦坦荡荡的态度 就成了年轻人眼里的迷之操作 店主韩阿姨在网络上走红后 生意也越来越火爆 忙到停不下来 甚至有人专门坐高铁到南京品尝 有网友好奇 这颇天的富贵老不少吧 对此 韩阿姨回应称 自己对流量没概念 就是靠劳动辛苦赚钱 我管她流量不流量 我认为我还是脚踏实地做生意 该卖多少卖多少 卖多我就多赚 卖少我就少赚 网友我不理解 对于手冲咖啡阿姨的走红 有网友表示难以理解 也有人被阿姨的实称感动 表示蛮真实的 澎湃评论 不玩消费套路最真诚 当年轻人沉迷于手冲 线膜 滴液 萃取 拉花 深度烘焙等咖啡黑化时 南京老太太却提供了一种 简单粗暴的手冲咖啡品类 手冲素容咖啡 似乎哪里不太对 似乎又很正常 可贵的地方是老太太真诚的相信 雀巢咖啡是最好的 却不知道在年轻人的消费体验中 咖啡已经经历了恩赐的升级 迭代 从星巴克第二办公室的腔调感 到咖啡豆的产地 豆种 庄园 Bob 巴拿马最佳咖啡豆大赛的各类营销 乃至一些地方出现的6200元一杯的天价咖啡 素容咖啡早就被年轻人按在了鄙视链的底端 但是在南京的小巷深处 居然还有这么一位老太太真诚的售卖着素容咖啡 而从老太太当着顾客的面冲调来看 她一点不觉得需要遮遮掩掩 冲调的是咖啡 售卖的是真诚 当下的年轻人经历过多少消费套路呢 高大上的饭店里 后厨却在烫着塑料袋里的预制菜 五星级的美食端上餐桌之前 顾客听到了微波炉的丁的一声 满意的可乐大杯里却塞足了厚厚的冰块 做不了几口杯子就见底了 也许之前各种咖啡营销费的太高 也许咖啡馆在资本市场上讲的故事太多 韩老太太手里的这杯十元的素容咖啡 才有了朴实无华的味道 戳中了年轻人的共情之处 韩老太是有故事的 早在2000年初 韩老太靠着做干这支的手艺 在文昌巷开始伸展拳脚 中杯七元 大杯十元 售卖的甘蔗汁里的冰块 也是用甘蔗制冰的 一点不敢透工减料 原本做咖啡也只是她经营的副业 老太太自始至终都坚定地 相信自己卖的素容咖啡 才是最好的 并没有读出一些镜头后面的猎奇 也于 真诚是必杀技 认知之间的落差 因为有了真诚的加持 成就了反差萌 老太太不清楚现在年轻人的这么多讲究 却坚持诚信经营 绝对不玩套路 于是 年轻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治愈松弛感 在韩老太这杯朴实乌华的手冲咖啡里 有了生动展示 老老实实做生意 坦坦荡荡做人 赚自己该赚的钱 账坦荡 黄金 詞曲 李宗盛